这是SPEX-X在一年内第三次使用飞龙号太空船 将太空人送往国际太空寨 同时也创下了两个第一次 这是SPEX-X第一次同时使用回收的火箭和太空船来执行载原任务 此次升空的飞龙奋进号 曾在2020年5月将两名美国太空人送往国际太空寨 而猎鹰9号火箭则在去年11月将四名太空人送到了太空寨 此外这也是第一次全部太空人都接种了中共病毒疫苗 欧洲太空人佩斯克表示 如果在国际太空站爆发中共病毒将成为一场灾难 预计奋进号将于美东时间周六早些时候抵达国际太空寨 四名来自美国、欧洲和日本的太空人 将在那里执行为期六个月的科学实验和维护任务 新唐记者乔安综合报导